80年代的美国发生一起离奇事件 一位19岁的美国人无意间发现自己有个长得一模一样的兄弟 二人的合影被公之于众 意外再次发生 又有一位长得一模一样的男士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 后经过调查 他们被确定为童卵出生的三胞胎 离奇的是 这三个孩子虽说都成长于领养家庭 但养父母并不知道儿子还有两个兄弟 领养机构刻意进行了隐瞒 在媒体的不断深挖下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发生了 三人的生活风势极其相似 像是克隆人 他们都抽同一个牌子的香烟 喜欢同一种颜色 甚至喜欢同一类型的女孩 19年兄弟重逢 本是好事一桩 可随着媒体介入 事情变得诡异起来 媒体发现这三位青年接触自领养家庭 但家庭环境有很大区别 像是领养机构刻意为之 三个孩子分别成长于权贵阶级 中产阶级 蓝领阶级 这三个家庭毫无疑问 代表着三个不同的教育环境 更蹊跷的是不同众的相同 每个领养家庭 无一例外都有一位大儿子两岁的领养女儿 像是在有意控制变量 事件疑团重重 三个家庭向领养机构讨要说法 该协会的领导层有政商界背景 是纽约明文侠儿的公益机构 家长们提问 是你们将三胞胎强行分开的吗 机构发言人回答说是 但他们选择隐瞒 是因为不是所有家庭都能接受领养三胞胎 一切都是为大局着想 家长们显然不能接受这个回应 首先他们都愿意领养三个孩子 将三胞胎兄弟强行分开不人道 其次就算不领养 也该把孩子的情况说明 说三藏七可不符合领养细则 机构选择祸细拟解决 家长孩子不欢而散 外头在下雨 一位家长一位望拿伞折返回会议事实 却看到那几个发言人开启了香槟 像是在庆祝节后余生 当外界为这桩世界奇闻而感到诧异时 一份研究报告将事件引向了另一个解释 儿童心理学实验 抖音